哈喽亲爱的朋友 今天太开心了 因为今天跟财神许的三个愿望 通通都实现了 因为太高兴 所以把这一份福气 跟这一份财气分享给你们 所以可以留言接财咯 我们现在先来唱一首财神奏 先把满满的财气接回家好吗 从头 对真的太好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跟财神许了三个愿望 真的都实现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分享给你们 所以我现在要现唱一首财神奏 这是没有蕊好的 而且也没有想到今天要直播 赶快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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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大家留言结财留言结财 今天早上我早上一早起来化妆 因为今天有一整天的工作 上节目啊录影啊直播 如果你们是我的铁粉 你今天已经看到我第三段直播了 那实在是其实我们刚刚录完影 已经我招待所有的一起工作的伙伴们去吃饭 然后大家就吃得很开心 然后就想说吃完要让大家回家了 但是呢我就想说 哇今天这个财气这么的饱满 怎么可以不跟我的头号粉丝来分享呢 所以呢刚刚给大家献唱的财神奏 那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觉得财神很眷顾我 那可能是从上礼拜开始 我就带了这个黄财神的嘎屋吧 哇我带了这个黄财神的嘎屋 我感觉我的整个财运整个启动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头号粉丝就问说 每次我在直播其实我没有讲财神嘎屋 但是很多人看到就说 老师你的黄财神的 他不知道这是嘎屋 他就说你的黄财神项链 怎么那么美怎么那么庄严 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每一年法会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功德主来赞助嘛 那因为功德主 我们都希望功德主来赞助法会 和中华莲花与显密佛学会一起办法会 可以让他们的财运也更好 我自己也希望财运更好 所以呢就设计了这个黄财神的嘎屋 来送给大家 那其实这个是我前几天就收到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他其实不只是一个项链而已 他其实就是一座寺庙的义室 那这里面呢 这个黄财神呢 他手上不是有那个兔保暑吗 他就是可以源源不断的 让我们一直招财招财招财 你要帮我拿下来吗 然后呢我自己啊就前几天啊 我拿到的第一个瞬间 我就想不行 我不可以让财神在那边 呃就是好像感觉好像就把他放在那里 我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把财神给带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这一尊财神呢 他真的很有加持力 来大家看一下 来看着财神 祈求发财 接财咯 接财咯你看我把这么好的财神给你们看 这是我自己的招财法宝 我带上他之后啊 我真的觉得哇 这整个财运大启动 你知道上半年呢 其实我们的业绩也是有受到影响的 可是呢就是我发了愿 就是祈求黄财神 然后今天早上呢 我求黄财神的三件事 他全部都帮我办到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黄财神 大家一定要认识 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呢 你要接财 而且你最好要会学会他的心咒 真的好好的把财气接回去 你看这么晚呢 宇杨老师还没下班 就为了要给大家开这个直播 然后呢 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有加持 所以呢 我的后面就是黄财神的堂卡 所以大家有什么心愿 可以跟财神讲 我觉得财神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平安健康 可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招财 守财 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减少 不要破财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说 财神可以帮我们有的 增加我们很多无形的福报 那这个无形的福报呢 家里面的人减少一次吵架 减少一次意外 减少一次生病 这个叫无形的福报 你的公司本来也许会亏空 也许会赔钱 也许会被人家骗钱等等 因为有黄财神的庇佑 这一些无形的劫难 就消失于无形 所以我真的今天呢 也特别感恩黄财神 那我也想让所有我的粉丝 尤其是头号粉丝 你这么喜欢宇洋老师 宇洋老师不偿私 这么好的皇财神的嘎屋 要送给这一次来赞助我们新年法会的功德主 因为其实办一场法会大家知道不容易嘛 要花很多钱 也要很多的资量 要有很多的人力跟物力 但是呢 每一年就是有这些发心的功德主 然后呢 就等于我们一起来办这场法会 你跟我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 而且呢 你跟我一起办这个法会 就等于我们一起在弘扬佛法 一起在护持三宝 供养三宝 所以这么好的因缘 这么大的福报 我怎么能不好好的 好好的来帮你设计黄财神嘎屋 还有更开心的 更开心的在后面 老师我看近一点 这还不是最开心的 好 我们小编说大家看不清楚 这只手机很好 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功德主 有些已经报名了 有些还没有报名 新加坡也很多 其实我们全世界都有功德主 那我们刚刚讲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当然功德主是最大量的 因为毕竟宇洋老师在台湾嘛 但是呢 我也很开心全世界的朋友呢 也跟我一起在办这个法会 跟中华莲花语显密佛学会 来一起办这个法会 我真的觉得太美了 好殊胜 而且好庄严 老师那我们边看边观想边念 财神咒 然后你看到这个财神之后 你在看重播的时候 只要你看到这个财神的画面 你就可以念 那你也可以到YouTube去下载 宇洋老师唱的财神咒 那你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难 你不能连财神咒都不会 什么咒都可以不要会 财神咒你一定要把它学会 好吗 我拜托你们把它学会 我希望你们变得更有钱 在宇洋乐活家族里面 除了老师会分享很多身心灵的 很好的文章 让大家都身心灵一起增长 福报增长之外呢 我还希望你们都变得很有钱 变得很有钱 我们一起来做善事 我们一起来做布施好吗 那我今天呢 之所以跟大家开箱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今年呢 设计了另外一个非常殊胜的 应该说是一个圣物 要给功德主 可是呢中间打板啊开模啊 然后就是啊做来做去很多次呢 我都不满意 那最后呢我定版了 就是决定要这么做 一定要这么做啊花很多钱 没有关系 我就一定要这样做 佛法的东西就是要如法如理 然后就是要正宗要庄严 所以我希望我全部都达到这个 那我今天刚刚收到 所以我们现在开箱 开箱什么呢 开箱什么呢 你们是第一个看到的 我跟你讲 我公司很多员工还没看到 因为我是第一个收到的人 那我是一收到 就跟大家开直播 来大家来看这一个是 2021年你要翻转人生 你家里要变得更有钱 家里要变得更平安 家里不要吵架了 不要小孩动不动就不听话 生病了都不要了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送穷赢富金牛年赢金苦 就是要这个 巨富招财摆正 就是一个箱子 有没有看到 木型的箱子 木盒 有没有看到一个木盒 看到一个木盒 有没有很漂亮 里面是什么呢 我现在把它打开 真的是开箱 大家留越多 看到的 你就一直留 不断留戒财 你现在在看到 一样的戒财 我现在打开的这个 财气更加的爆满 大家来看 我现在把它打开 我一打开 财气 为什么我今天 三件愿望都成功 而且都跟钱有关系的呢 然后真的要非常的感恩 感谢诸佛菩萨的帮忙 感恩黄财神的加持 让我的心愿 我要做这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招财的摆正 在我的功德主家里面 要摆起来的 今天我终于收到了 大家来看 热烈掌声来一个 有没有漂亮 有没有庄严 赶快写接财咯 接财咯 大家持续来接财 来看到黄财神没有 奥赞巴拉赞念在耶稣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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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其民主接财咯 佩云接财咯 立军接财咯 孝珍接财咯 大家赶快来接财 真的太出胜了 来我们把它拿起来 我今天真的一接到这个 当然我自从带这一个之后 这个财神寡物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财运真的开始爆表的好 真的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觉得最高兴的 我觉得如果赚钱还是其次 是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真的打从内心非常的开心 宇阳慈善基金会 今年赞助了三个球队 那都是花莲的原住民 那我也赞助了在屏东的原住民的 拉拉队 还有三地歌舞的 这个都是学校的 然后我们在全省都布施了很多的平安密 那虽然我们捐出去很多钱 但是很感恩财神 财神也让我赚好多钱 我感觉我今年捐出去的 全部都让我赚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又有钱了 又有资粮 可以做更多的善事了 来给大家看这一个 哇 我跟你讲 史上最威 这个我设计了多久 耗费了多少的心力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真的很庄严 我们先看它的外表好不好 实在是讲不完 来 我们先看这个巨富招财摆正 这个能量很强 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是漂亮 你们知道吗 我是有感应的 就是我可以感应到 这个财神就在这里 而且他就是这么的庄严 而且他就是告诉我说 他就是要让我发财 他要让他在家里的人都发财 他就是告诉我这个能量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今天 跟大家开直播 这个实在是 这个可以结缘到这一样宝物呢 我觉得这个这是三生有幸 好 首先我们看呢 中间的祖尊是皇财神 对不对 你看这个皇财神多么的庄严 这个呢 整个的这个材质呢 是新铜合金 那你知道现在的铜呢 这个价格真的是飞快的涨 不止如此哦 金的地方是镀纯金 银的地方是镀纯银 就是镀纯金纯银 这一个中间呢 就是皇财神 他的手上不是有那个财宝鼠吗 就是吐出很多很多的模拟宝珠 然后远远不绝的财运 就一直从他的手上出来 送到你的手上 然后这个下面呢 这里就是模拟宝 模拟宝就是我们世间 所有要的一切的宝物 然后他就非常庄严的 坐在莲花宝座上 那这个莲花宝座 它就是一个结界 然后呢 这一尊呢 不管你把它供在柜子上 或者是佛堂上 或者是你的书桌上 办公桌上 它都是非常的庄严 有加持力 然后金光闪闪 有没有看到 你看那个亮光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上面所有的彩色呢 全部都是手工画师 一笔一画画上去的 你现在看到财神身上的衣服 也都是一笔一画呢 都是手工画上去的 他身上有很多的阴落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最上面是什么 这个就是大鹏金刺鸟 那大鹏金刺鸟呢 就是龙天护法 天龙八部里面的一尊 圣兽 圣兽 就像皮修 像龙一样的一个圣兽 大鹏金刺鸟 它帮你展开翅膀 带你到更远的地方 带你追逐更美好的梦想 这个是大鹏金刺鸟 然后这个呢 就是八吉祥 有法罗 有这个吉祥节 有宝瓶是赚钱的 这是吉祥节 有青莲花 然后有摩尼宝 总共呢 有八个吉祥 然后呢 再看到背面好吗 你看背面多漂亮 背面呢 是财神的心奏 谁家 你把这个放在所在的地方 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金库 然后你看连背面呢 我的八吉祥都不含糊 还是如理如法的 一个一个用手工来上色 有没有看到 哇 然后后面是财神奏 所以呢 当你收到这一个宝物 功德主 如果你收到这个宝物的时候呢 你一定记得要念财神奏来迎接他 如果你不会念的话 你可以讲南魔皇财神七次 那最好你可以家里放音乐 就放财神奏的音乐 放宇洋老师唱的也可以 别人唱的也可以 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很有能量的音乐 可以来跟皇财神相应 那如果你自己念的话 你就完全直接跟皇财神相应 皇财神就一直保佑你 一直成全你的美梦 一直帮助你全家 护佑你们全家的平安健康 然后更有学问的是下面这一个 这一个很漂亮的莲花宝座 里面呢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呢 你知道真的财神呢 他是有能量的 他是有加持的 他是可以真正帮你家里变成金库的 所以他的底下不可以做空 他的底下要做什么 要做宝藏 所以在这里面呢 会请具德的上师帮我们装藏 财神的心咒 财神的经文 财神的甘露丸 七宝香粉 里面会有很多的 殊胜的加持宝物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会再重新装藏 开光 然后再加持过之后呢 才会送到功德主的手上 那你收到的时候呢 不用看时辰 因为他太吉祥了 你看他还全身闪着那个亮光 有没有看到 那下面是模拟宝吗 然后呢 这个是模拟宝 这个是代表无穷无尽的财富 还有一个秘法 来 看到 这里还有宇洋的字样 所以这是我们独家的 只有我们加油 这是我的设计 还有宇洋的字样 然后这里呢 有四股的金刚柱 有没有看到四股的金刚柱 你知道金刚柱是做什么 金刚柱就是正宅 降妖扶魔 所以呢 这一个放在家里 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吉祥 重点是我真的很高兴 可以设计的这么的漂亮 而且呢 我也感谢这个厂商 真的可以把我及时做出来 那我也没有做很多 因为你们知道嘛 这个功德主也不是很多 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功德主来互持 那这个呢 为什么是限量 因为你知道现在全球 应该说原物料也少 还有就是说 很多的工厂也都没有在做了 那我这一家呢 是我藏密的师兄 藏密的师兄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前两年到武台山去朝圣 很长的一段时间 全程都是由这个师兄呢 全程陪伴我们 因为他自己修佛 比我们还要再更认真的 所以是由这样子如理如法的师兄 他们做出来的 所以真的 真的 我今天收到 我可以说无限的感动 再加上说 再加上说 我今天早上跟财神 做焉供的时候 向财神许的愿 三个愿望都让我实现了 我真的 太感谢了 所以我今天才特别跟大家 来开这一场直播 那我也要呼吁大家 继续接材继续接材 然后一定要把这一段影片分享出去 然后我建议大家呢 也许你第一次认识我 也许你还不是我的头号粉丝 也许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法会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开始结缘 你知道今年2021年 对不对 它是金牛年 金牛年 那我们知道牛 一般都给人家感觉 哎呀辛苦牛 像我就是属牛的 明年又犯太岁 所以为什么我一收到 这个财神的稿物 立刻带起来呢 拜托财神稿物不只是给我赚钱 它也是我的护身符 所以我一定要立刻把它带在身上 那明年呢 怎么样可以扭转乾坤 其实我想每个人都希望你 除了事业成功功成名就 还希望你家庭也圆满 小孩子也不要让你伤脑筋 对不对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是要有一点福报的 可是福报如果靠我们现在 据一点点钱来布施 他不是那么快 他不是那么快 但是也一定要布施 所以呢我们参加法会 参加一个最正宗 最如理如法的 法会是最快速的 再没有比参加法会 你想想看那些法王 那些仁波切 他们从小五六岁七岁就出家 然后一辈子都在修法 而且他们都在很清静的地方 他们的能量 他们的磁场 不是我们凡夫可以披靡的 所以由他们来帮我们修法 还有修什么法 我都是请教这些巨德上师 并不是说 宇洋老师说 我要想赚钱 我要求财神 然后仁波切就说 哦好那你可以修财神 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会看这是什么时机 我们应该修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发菩提心 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如理如法的 所以今年的法会非常的书胜 我很简单的跟大家来报告 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你一定要听我说 如果你有参加过 那你一定要听我说 不要走开 我们等一下就结束了 我们不会沾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今年的法会跟以往不同的是 法会第一场先除葬 对不对 我们请到呢 功德最圆满 然后请到这个除葬能力最强的 普巴金刚 最大威力的普巴金刚 在阳明山莲花仪 1月30号31号连续两天 我们要修普巴金刚除葬法 把我们过去一年的不如意 破财 失败 感情上的痛苦也好 烦恼也好 焦虑也好 压力也好 疾病也好 全部送走 我们要送穷赢富 所以我们现在阳明山修两天的除葬大法会 帮所有报名法会的人先除葬 第二个我们在大年初一这一天 在西藏的扎曲卡的这个圣地 这个圣地有什么特色呢 马尼墙 全世界最大最长最有历史悠久的马尼墙 就在扎曲卡这个地方 我们在一个松阁玛尼石经城 旁边的一个非常有历史传承的普康市 修财神法 那这个普康法王已经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愿意帮我们修并且非常的法喜 他要帮我们修财神 那因为历来的这个为什么说历来 因为他已经武士的传承了 历来的这个普康法王都是药师佛的化身 所以他说不可以只修财神 还要修药师佛 现在全球都有疫情对不对 一定要修药师佛 让生病的人可以恢复健康 让没有生病的人可以永保平安 所以一定要修药师佛 然后呢第三场法会 我们会回到台北的这个松阉的文创大楼 去修一个招财纳福 因为我们要把西藏圣地修的福报呢 全部传到这个台湾来加持所有的功德主 所以不管你是世界各地的朋友 你报名法会 你的名单呢都会在这几个地方出现 所以你都可以得到这个满满的加持力 那我们第一场法会是由蒋康诸古法王 他真的很有正量也很慈悲 我也非常的感恩 他愿意再一次来为我们请法 为我们主法 那第二场法会呢就是由这个蒋康法王 就是耀师佛的化身来帮我们修 同时我们在修这个财神跟耀师佛的时候 刚好是神变月 功德亿万倍放大 那也刚好是台湾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是不是要拜拜 接财神 那第三场我们在2月21 已经台湾开春了 我们来迎福 是不是非常的殊胜 这三场法会呢 就是除葬 招财 健康 然后迎福 纳福 接福 转运 补运 过运 一次给你最完整的2021年大法会 只能说无比的殊胜 真的空前 可以说是空前 所以大家继续接财 然后呢最近还是有朋友 因为台湾的天气变凉了 然后问我说 老师身上的披肩还有没有 老师说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 那这个披肩呢 是我 我的画 我的画作 这是我的画作 是不是很漂亮 它是莲花 它是莲花 漂亮没 好像看到心咒 里面有心咒 你这样展开 这里这里这里 看得到吗 好像你看这个颜色 这里这里 然后我翻这边 看得到吗 这边 这样可以看到 这一条我已经带很多年了 看得到吧 有有有有 看得到 看得到 上面还有心咒 所以我每次披这个披肩的时候 我不管出国哪里 我都会披我自己的丝巾 披肩 因为呢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包括搭飞机 那有时候到冷气房 或者是去演讲 饭店里面都很凉 所以我都一间会披一个披肩 那我也建议你们大家都要有一条披肩 因为我们肩上有三把火 要保持这个肩上火的一个温暖 OK 好 太开心跟大家来分享 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一定要把 这个带到外面吗 这个可以藏在里面 可以藏在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嘎屋 其实嘎屋的意思 它就是一个坛城 就是一座秘密的寺庙 所以秘密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 宇杨老师因为第一是公众人物 第二我有发愿 要弘扬佛法 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常常会把这个摆在外面 那很多人带的时候 它是不会绣出来的 它会放在里面 对不对 真漂亮 而且是这一个 这个呢 书房也可以摆 办公桌也可以摆 然后我觉得 因为它太殊胜 而且它有庄障 所以我觉得很建议 大家把它当成佛堂 它摆在 它的所在之地就是佛堂 它的所在之地呢 就是金库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把它摆在家里的柴位 摆在家里的柴位 或者是后面有靠的地方 是最好的 问说要怎么报名 你就写法会报名加一 新年法会加一 新年法会加一好了 新年法会加一 然后我们就会给你连结 那今天呢 不管你报名是小功得主 大功得主 我都会送给你一张白财神的堂卡 为什么今年我一定要给大家一张白财神的堂卡 是因为白财神呢 它是骑着龙的 它是骑着龙的财神 你很少看到骑龙的财神 大家有看到阳明山有一座观音 骑龙观音 大家记得吗 没错 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它是愤怒尊的像 因为它愤怒尊才能够把你的穷给拔掉 把你的苦给拔掉 把你的病给拔掉 所以今年报名的朋友 不管你是大功得主 小功得主 我一定会给你这一张非常万能的堂卡 这张堂卡你放哪里呢 放你的上衣的口袋也可以 然后放在你的随身的皮夹也可以 随身的包包 放在你的办公桌的前面 这个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你知道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他知道我们需要钱 然后呢 白财神 为什么我今年一定要用到白财神 每一尊财神都帮我们赚钱 白财神是最快把我们拔苦 把我们的痛苦拔掉 我们的烦恼障碍很多 对不对 有些人夜障很重 病障很重 先拔掉 然后把我们的瓶 你知道瓶也是一种病 我们把我们瓶当成疾病 把它拔掉 把我们的苦把它拔掉 所以他就是送穷淫妇的白财神 然后骑在一批龙上面 然后这个龙就是天龙护法 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 也是随身可以护佑我们自己的平安 所以你只要写新年法会 加一就可以了 新年法会 秀卿好 哇大家都来接财神 Sandy你好 Amanda好 大家赶快留言 大家赶快留言 然后Pen 明明好 明明来接财神了 月如月庄 祝你发大财 秀卿在屏东我知道 你知道我屏东有莲花雨吗 现在要开始盖莲花雨了 开始盖这个莲丝店了 好 未来再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盖莲丝店 也许需要大家可以来 共襄盛举的地方 之后我再来 现在都前面都我们佛学会在出钱了 已经开始先打地基 因为地基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一月底我会去屏东 不是法会 是因为我们在花莲赞助的三支球队 都是小朋友很可爱 原住民的小朋友都黑黑的 可是呢 都长得很可爱 这一次感恩餐会 有部分的小朋友来参加 那他们要去屏东参加这种 这种县级的比赛 然后呢 我要帮他们出车钱 然后要帮他们出吃饭的钱 要还有住宿的费用 全部几十万 那我决定要来 求衣求鞋 帮助他们 然后我们还赞助他们求衣 还有求鞋 如果你也想为他们的求鞋 求衣 出一百块钱的 你也可以写爱心加衣 你也可以写爱心加衣 我们一起来做善事 然后到时候我到球队 他们听说他们也会做一件 球队的衣服给我穿 我到时候会穿上跟他们一样的 球队的衣服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征求一些有资源的 比方说你们有在卖外套的 有外销成衣 也许有库存 但不要太旧的 我们要新的啦 我们要送给这些小朋友 也不要给人家太旧的东西 然后或者你们有在卖球鞋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物资来赞助 那我们也有很多棉花糖的厂商 他们也赞助了很多棉花糖 小朋友看到棉花糖 每个都哇好开心喔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捐钱 给我们的慈善基金会 一百块钱不嫌少喔 然后呢 你也可以捐物资 但是你要先跟我们联络 看看你的物资是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审核一下 不然你寄一大堆来 我们没有发出去呢 这样子好像我们占人家便宜 你是万万不行的 像上次那个我们感恩餐会 那个棉花糖的公司说 我要多少他都可以给我 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也不能放久 所以我们要的不多 因为我们就当天小朋友来多少人 我们就要了几份 那我们全部都发完了 因为宇杨老师也不能吃啊 OK 好 就是告诉大家说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参加法会 来累积我们的福报 这是最快速的方法 那我们要想办法来做善事 就是做善事 你帮我分享这一篇 也是做善事 如果你到时候 我们在屏东直播 你也可以一直给我们按赞加油 也是做善事 如果你可以捐一百块一千块 或者可以当我们的爱心大使 你也都是在做善事 所以呢 这么棒的机会我提供给大家 因为宇杨老师自己从小 也都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长大的孩子 我知道这些孩子的自尊心都很强 他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都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赚的钱 所有的一切呢 就我自己花的真的很少 吃的也很少 你们看我这么瘦我就知道 但是呢 我最高兴就是可以帮助这些人 啊 真的很感恩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我 呃 现在我的网站上也都有在做活动 新马地区的这个APP也都有在做活动 请大家多多支持宇杨老师所代言 所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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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推广的 然后希望你们来当我法会的功德主 减少一点点宇杨老师的负担 让我可以多花一点钱去帮助这一些 呃 偏乡地区的孩子们 多关爱他们 感谢你们 感恩你们 爱你们 我们最后来给大家听一个什么音乐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小编都来不及了 因为他一直在回留言哦 好 哇 现在放这个过年财神歌给大家听 好美好美好美好 大家看着黄财神 祈求黄财神的加持 那我们就在呃 快乐的氛围里面跟大家说再见哦 然后不要忘记今天老师跟大家讲的这个结缘品很漂亮 非常的庄严 那我觉得设计的真的我自己很满意 然后厂商做出来的呢 也让我呢 哲哲称奇 甚至这个招财的这个财神证呢 比我原来设计想象中做出来还更好 因为他说一定要度真金 还有一定要度真银 那这个是加出来的费用 我说没有关系 只要让我们的功德主收到的时候满心欢喜 那就是最大的福报啦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直播 爱你们 希望财神加持现在线上所有的朋友 让这些朋友也可以发大财 心想事成 何宇洋老师一起来做善事 谢谢大家 拜拜